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是2021年的3月10号 昨天3月9号 外交部官网发布消息说 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 就昨天下午 召见了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 吴若兰这个女的 我刚刚做了两期关于她的节目 今天我们接着说说这事 召见她干嘛呀 召见她说什么事啊 说了些什么呀 这个外交部网站透露的消息说 跟她说的大概意思是有这么些 说吴若兰呀 你作为英国外交机构最高的代表 你通过官方的平台发文 这内容不实啊 说你因为你自己啊 为这个虚假的新闻 为那些不实报道受制裁 为个别外媒名媛教区 这事不合适啊 说你吴若兰呀 你刻意混淆了新闻自由 新闻监督和新闻诽谤之间的这个关系 你对外方打压中国媒体 却选择性失明 你这态度不公正啊 还有吴若兰大使啊 你注意到了吗 你的相关文章 充斥着教师爷式的傲慢 吴若兰大使 你的文章当中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 吴若兰大使 你颠倒黑白 你操弄双标 你的这种做法和一个外交人员的身份 和一个外交机构的职能 严重不相符合 还有吴若兰大使请你注意啊 你的文章一发出啊 中国老百姓普遍不买啊 所以我们外交呢 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 我们以人民之心闻心 我们把中国公众的反应跟你说一下 你得注意一下 他意思就这样啊 原话当然外交官 外交官肯定不会像司马南说的话 这么没水平啊 我说的都是大水词 胡同里老百姓的话 这个吴若兰呢 当年在北市大学的外语 中国话说得很好 人长得很优雅 高调的哥 白白的隔壁王奶的 说那就是盘是盘 那条是条 长得挺周正的 他写了一篇文章 说外国媒体憎恨中国 他怎么说呢 我看了这个东西 我已经做了两期节目 我今天如果再说的话 我就倾向认为 这个这句话呀 叫外国媒体憎恨中国吗 乌兰大使这句话 如果你说的是所有的外媒的话 这句话当然不成立 但是有的外国媒体 有的外国记者 确实憎恨中国 而且很多呢 事实歪曲报道 诋毁中国的报道 甚至极其恶意的 对中国抹黑 这的确是事实 当然也不排除 有的人他心里并不憎恨中国 但是他端饭碗 拿人钱才替人消灾吗 既然受你们公用 成为你们通信社的成员 所以他为了吃饭 他按照你们的调子 按照你们的标准 抹黑中国 这也是可能的 对不对 在乌兰兰大使的文章当中 他夸自己的媒体 说BBC怎么做得好 英国媒体怎么监督政府 夸自己夸吧 我们适应没问题 我们见吹牛的人 见多了 自我夸耀 没有人比我更怎么着 特朗普先生 我们都能适应 而且我们常常带着愉快的心情 看这老头的表演 所以你吹你们自己的媒体 夸你们的媒体 夸 慢慢夸 我们适应 但是这位大使在文章当中 夸在英国媒体 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 并且以此 对比中国媒体 然后说我们中国的媒体 应该向英国的媒体学习 这就也成 行 我们向你们学习 你们总有优点 但请这位女士 这位大使注意 英国和美国实行的政治制度 跟中国不一样 老胡说了 媒体的作用是我们各自体制的一部分 并与之相适应 中西媒体不能简单的进行技术层面的简单对比 要比的话应该比双方的媒体 对各自的社会前进所提供的建设性 中国最近几十年就不很快 有目共睹吧 对吧 这当中肯定也有媒体做的贡献 英美同期发展出了些问题 这当中肯定 或者说会不会有你们媒体的责任 中国媒体西方媒体到底谁尽责更好一点 这个问题还真不是简单 就能够说清楚 比方说就拿去年疫情来说 去年疫情爆发 吴若兰大使也承认中国媒体发挥了作用 但是他认为中国媒体发挥的作用有限 我们英国媒体发挥的作用 那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他表扬英国媒体BBC的做法 按照他表扬英国媒体BBC的做法 那应该承认中国媒体的作用 他承认中国媒体的作用 不如武汉的某女作家的作用 所以他认为中国媒体应该受到批评 所以他认为BBC要给那个女作家 带一顶桂冠果然就带了 全世界妇女当中 全世界妇女当中 找一百个女的 给这个女的脑袋上带一个花环最大的 世界百大女结 但是中国人不太理解 中国人不太理解 中国人不能够接受你们的这种政治倾向 我们甚至不认为 BBC被代表的你所表扬的BBC 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友好的一个表示 总觉得这不是一种好意 中国人也通常不认为你们客观的评价了 中国抗议和中国媒体在抗议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这个女作家得的荣誉不光是BBC的 3月8号那天前天 日本人又给这个女人一个奖项 这个奖项给这个中国武汉这位女作家的同时 还给了中国台湾省的 一个不承认是中国人的居住在中国台湾省 台湾岛上的一个女人 那个岛上的女人的名字叫蔡英文 不是蔡日本是蔡英文 那个女人是上顿凤梨 下顿凤梨夜宵 还有吃凤梨的一个未婚的女子 目前在台湾岛上执掌最高权力 尽管吴若兰大使对中国的媒体 在抗议过程当中作用给予了批评 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 确实中国抗议取得了一部分成绩 是不是可以同时承认 中国媒体在中国人抗议斗争过程当中 起到了正面作用呢 吴若兰大使干嘛要那么刻薄呢 干嘛要非此即彼呢 凭什么英国BBC被代表的 英国媒体做的就是好的 而中国媒体做的就是不好的 凭什么中国只有一个武汉 那个女作家做的是好的 而其他人做的是不好的 如果你写文章说的更充分一些 也许更好 反过来你看英国媒体 比方说吴若兰大使表扬的那样 表现那么优秀 你们表现优秀 我们承认你们优秀 但是你们监督了英国的抗议工作 英国的抗议工作做的怎么样呢 英国死了多少人啊 英国感染了多少人呢 英国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的比例 在欧洲与欧洲诸国比怎么样啊 你们英国的病毒有没有变异啊 你们英国的病毒变异之后 有没有传播全世界啊 你们英国英伦三岛上的老百姓 对于你们英国政府的这些做法 有没有不满啊 吴若兰大使在这个时候 对中国人说 你们嗯 就我们我们的英国媒体很优秀啊 起到监督作用 你这个说法 你们自己国家的老百姓 会不会有一些和您不同的意见 大家发现了 我跟这女人说话 我跟乌兰大使这样的优雅的女士说话 我是努力把话说的尽可能委婉啊 咱们用启发 我当大学老师出身 启发是教学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把话说的 那么咬牙切齿 气急败坏 尽管海外媒体反华 采取那么极端的立场 恰恰是西方的某些政治家 和世界上的一些舆论认为 英国的抗议和美国的抗议 有个词 我可说了 吴若兰大使您挺住 什么词 一塌糊涂啊 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讨论 那这个问题就更好了 所以我劝吴若兰大使 在表扬自己本国媒体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另外一个角度 那就是 英国媒体是不是也有做的 不那么到位的地方啊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不必摆出一副居高了一下的 教师爷的架子 教师娘的架子 居高了一下和中国媒体人说话 我干了一辈子媒体 我现在退休老头 现在司马南频道也算个媒体吧 自媒体 吴若兰大使你说你跟我们这种媒体人说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考虑稍稍客气一点 别拿着BBC来做一个光辉的榜样 身上那么水光流滑 一个巴拉结都没有啊 中国媒体就那么不堪呢 我看未必啊 我做了一辈子新闻 我能理解 当机者忒不容易 尤其是价值观不一样 社会制度不一样 文化环境不一样 还有的人到中国来 住在中国 其实那个中国话半生不熟 半门磕磕二五子似的 二语子似的 加上有的媒体 如您所表扬的BBC 拿的是英国外交部的钱 他们的报道倾向 总是要和英国政府 英国外交部保持一致 而不存在吴若兰大使 您所说的什么新闻自由 因此在这个时候 英国媒体为代表的 西方的某些媒体 媒体立场不那么客观 不是不可以理解 但是不能太恶毒 不能太咬牙切齿 不能在反华的时候 只注意立场 连点技术含量都不加 对吧 例如攻击什么 中国种族灭绝 你们攻击中国种族灭绝 这种词 这种说法 你觉得中国老百姓相信吗 你这是涉嫌 不但是歪曲事实 不但是谣言惑众 而且涉嫌低估了 中国人民的起码的辨识能力 我们胡同里 没有人想起你说的这话 对不对 简单说 因为种种原因 有些偏见是可以理解的 对中国有偏见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公开的 无耻的 极其没有底线的造谣 谋黑 这就不太合适了 对吧 中国人一向认为 中国人一向认为 尤其是中国公知宣传这么多年 中国老百姓已经形成了一个 根深蒂固的印象 那就是英国人绅士 英国人绅士啊 英国人即使不讲道理的时候 那也是保持必要的礼貌的 那英国媒体造谣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发扬你们绅士的风度啊 不那么咬牙切齿气败坏 造谣中国没有底线 那有人可能会问 你中国难道没有自己的问题吗 哪能没有自己的问题 谁没自己的问题啊 对不对 你长得再好再好看的姑娘 你把手机放大了 在那个皮肤上你拍 拍到最后你发现 那皮肤全是胶原蛋白 镜头推上去 推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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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看到什么 最后看到的月球表面 和火星表面 哪有没有缺点的人 总是有缺点的 中国当然有自己的问题啊 中国老百姓骂起娘来 骂起自己的问题来 比你们专业 春江水暖压先知 我们比你们感受的更深刻 现在中国在开两会 两会干嘛的 两会就是代表人民的意志 找毛病 总结经验 争取明年干得更好 这就是两会 人民当家做主 但同时 我们身为中国人 我们为这个国家骄傲 我们为这个国家的文化骄傲 为这个国家的历史骄傲 我们为我们自己历史上那些英雄豪杰骄傲 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存在缺点 但是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 我们总结经验 我们改进工作 我们明天会干得更好 而不是像你们BBC为代表的 那媒体说的那样 中国 种族灭绝 中国黑暗 中国独裁天日 这就是独裁 中国暗无天日 我们的天还可以 你们BBC用那种死亡滤镜 你们阴间滤镜 你们故意把我们中国的这个 中国所有的画面都弄得 阴森森的 雾涂涂的 黄灿灿的 幽灵一般 英国人有英国人的骄傲 我们有我们的骄傲 彼此尊重就好了 如果你们非得犯 犯魂说这种话 那你们抢了我们的园子算怎么回事啊 你们发动鸦片战争 非要往中国输入鸦片 是你们议会通过的吧 你们这点历史不讲清楚 是吧 你们没一点反省的态度 你们到现在了 21世纪了 还居高领下 跟中国人说话 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你们现在这种表现 中国人心里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啊 中国人反感不反感的问题啊 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大国 快速的从落后走向繁荣的奇迹 中国人一直保持谦卑的态度 看着你们向英国学习 对吧 中国人认为你们有很多长处啊 我的一个朋友家的小孩 很小送到英国学习去了 为什么呀 说英国先进啊 英国贵族传统啊 英国文化啊 英国绅士啊 我们把孩子送到你们那里去 学习你们的贵族式的教育 但是你们也得注意啊 你们不能把你们曾经有过的 现在还残存的一点光亮 全部都遮挡起来 只给我们一个黑脸教训我们 这种黑呀 现在有个词叫自黑 你自黑可以算作是一种幽默 但是你摆出教师爷的架势来 摆出教师娘的架势来 那就不是一种幽默 而是一种彻底的自黑 让中国老百姓看清楚 老牌帝国主义的杀人越货的殖民主义者 他到底是什么货色 现在毛病就不能改改吗 我刚看的一个消息 英国电信 你们叫什么局啊 电信管理局 2月4号宣布 你吊销中国官媒 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叫中国国际电视台 在英国的广播执照 来而不往 费利也 我们2月12号 就是我们大年三十二晚上 我们宣布了 我们广电总局宣布了 不允许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西门台 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 走人 关门不送 而且你们新一年的落地申请不予受理 这事 对等吧 外交最讲对等原则 差不多了吧 你不是出来鸣不平吗 吴罗兰大使 你得注意啊 你们英国通信管理局 3月8号前天又对CGTN 我们的国际台 开出了22.5英镑的罚单 我姥姥 我脑子不好使 我小时候也算数我就不好 我就算人不清楚 22.5英镑 大体相当于多少美元 多少人民币啊 英国电信管理局的词是什么 说是 中国的这个环球台报道不公正 你说你们政府的这个做法 是不是分明把中英关系推向紧张啊 从您的工作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不觉得你们政府电信局的这个工作 是分明给你的驻华大使的工作 增加难度 你看这个举动多不友好啊 如果中国对等反制的话 你有没有算过 预案呢 22.5英镑换算人民币 中国应该处罚英国媒体多少钱 中国现在隐而不发 中国没有处罚 中国就是我们外交部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召召见您 那是善意 是提醒 是打个招呼 是说您此前做的不妥 可不可以改进呀 希望大使你是能够改进一下 对吧 吴若兰大使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家 作为一个知华派 作为一个中国通 不可能不了解这些事情的复杂性 所以呢 我倾向于认为 您再优雅 也不能用幼稚来解释您的这种错误的行为 可以考虑做点反省 此处可以反省 吴若兰大使按照我的 昏话老眼来看 您深度介入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斗争 吴大使不会不知道 你所表扬的 在中国起到舆论监督作用最好的 中国的那个女记者 拍的那个电视片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吧 吴若兰大使表扬了 中国唯一的一个女记者 叫柴晶 说那个女子啊 搞了一个片子 你表扬那个片子呢 说它是我们中国媒体人 应该学习新闻监督的一个榜样 我说吴若兰大使啊 不是我说你 恰恰在这件事情上 你又不小心 让中国网民增加了 对您的负面印象 你是多少火锅 发多少呢 中国的烟火器很强的新闻 弥补这个新闻都是有点难的 你知道吧 你不会不知道那个片子是 做那个片子 钱是哪来的吧 你不会不知道 那个片子的意识形态倾向吧 你又不会不知道 那个所谓反映中国环保问题的片子里边 有多少针对中国 针对北京的造假吧 你不会不知道那个片子究竟于 服务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吧 你更不会不知道那个片子 怎么突然间一下子传遍全网的 你不会不知道那个片子 说谁下的指令 在全网推广 一下子形成现象级传播的话 你你不会不知道那个片子啊 下指令的那个人啊 墙头颅尾在监狱里面服刑的情况吧 你不会不知道柴基那个片子最后的结论 是要解散国企 把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解散 拆放成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私营企业吧 依照吴若兰大使您的制杀和经验 您能相信把中国的国企都拆了 中国的雾霾问题就解决了吗 好 这期说的有点多了 我希望吴大使能够保持优雅 改善一下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方式 多从建设性角度写文章 有空来我们东城区南欧骨巷转转 那个头发跟我白的差不多 但小脸光溜溜的 一点皱纹都没有 对发言人叫汪文斌 说的好 他说中方一直对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 外国来华报道 持开放的和欢迎的态度 为其在华工作提供便利 中方反对的是意识形态偏见 反对借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 哎呀 这期节目说到这儿差不多了 我一直不知道 你说像我说的这个节目 吴若兰大使他有机会看到吗 我这个片儿堂话 糊涂那老百姓的语言 我们吴大使听起来是半懂不懂的 还是完全都能听懂的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